Hello,大家好,我是老卡 粉丝们都知道我是喜欢十足鸟 其实确实挺喜欢 那我真的得介绍介绍十足鸟了 虽然我买的东西都是打折的 我买了一些东西吧 算是一个小配套的了 比较齐 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在此之前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十足鸟 十足鸟其实发展时间并不长 它成立于1989 我毕业几年 有两个加拿大的小伙子成立的 1991年才正式定名为十足鸟 这个名还是挺霸气的 这是短短的应该是30年 它已经成为了户外品牌的顶端 确实是发展还是很迅速的 1995年它跟那个GOTEX是一种布料 就是防水透气的合作 之后它又跟阿迪达斯索罗门 什么购病啊合作 前几年吧 被安踏收购 安踏是371亿人民币 收购了十足鸟 但实际呢 不管之前安踏收购之前 还是就是别的它也诟病什么的 它的设计总部设计的公司的地点都在温哥华 之前它就已经把生产线生产的产品在中国越南西西兰包括印度尼加 都有生产线 但是它坚持它的总公司它的设计它的主力人员还是在温哥华的 就是实际这个东西这个品牌是加拿大的一个自主品牌 安踏收购呢 只是实际就是买断它 其实加拿大很多公司都是这样 就是包括加拿大很著名的那个咖啡Tim Houghton Tim Houghton曾经是一个冰球运动员很有名 他就创建了Tim Houghton 但是Tim Houghton早就被别人收购了什么的 就是我这个经营的好 现在有人出钱给我买 我兑现我就走人了 其实十足鸟也是这样 但是它的生产方针和这整个路线其实不会变化的 不管变化不变化 我是不在意的 我还是很认同这个品牌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一直喜欢户外 其实在国内也买过一些国内的品牌什么的 这款不比较吧 就是没有比较没有杀害 买完了之后穿 松鸟确实是设计的非常简洁 但是细节上确实是无敌的 反正我这个身材也算是比较 就是算是比较标准吧 穿上十足鸟的衣服呢 我感觉一个是有型 但一个防水透气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比那些 连一些我曾经穿过的吧 说也是go tie的防水透气的 质量真的是好得多 而且呢整个的细节款式 它很简单 但是在简单中 它下了非常非常大的功夫 让你穿上 你就会爱上它 下面呢 我把我所买的几件东西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可以当个模特 给大家穿上 给大家展示 但是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呢 这是十足脑的T恤 这个原价大概也有40块钱 佳原吧 可能半价多吧 23块钱买的 其实我有很多T恤 这个呢就是有十足标识嘛 还是比较偏爱 总体感觉这个确实是非常舒服 但是说心里话 T恤穿舒服的还有好多 这个呢 整体感觉是不错的 但是也没多钱的贡献 这个也是打折的时候 Spot time买的 就是长袖的吧 年线的 没什么弹力 但是就是平常穿着玩嘛 休闲的 感觉还是挺实的 因为几乎打个半价 这个呢 是夏天穿着十足鸟的一个裤子 还是挺瘦的 我挺喜欢这十足尔裤子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裤线 正好适合我这种腿 不是很直的人 穿起来就是可以演示一下 因为裤线太直 我这腿不直 这件衣服呢 实际是一个跑步服 也算是一个隔暖服吧 它里面肯定有纤维的 是很有弹性的 在春秋 它也当一个保暖的隔断 也不错 这个套上再套上冲锋衣 实际还有一定保暖作用 热了就直接把冲锋衣脱了 这个也是很休闲 外跑跑步什么的 就是包括夏天要是进山 穿这个加一个层 其实很好 这是我特别经常穿的 再一个经常就是那个的升级板 这是棉服 这个棉服这不是羽绒的 羽绒的应该更贵一点 这个原价应该300左右吧 我大概是可能是200块钱买了 或者150我都会忘了 这个有防泼水 它是里面是有一层棉 其实保暖性还可以 但是太冷了就不行了 就像前几天零下10度 我就套这个 套那个花雪服 绝对还行 但是零下17-8度了 我就换成羽绒的了 那个羽绒的就不是十字典品牌了 这个也是一个十字典品的裤子 这个相对来说 料子就非常厚实 原价大概是129加元 也是好像打完值 90多块钱买的 这个相对来说就是秋冬穿了 因为它比较厚实 像我回国什么的 一般都是开春穿的 我觉得打风遮雨的 这些都有一定的防泼水能力 但是你要是下大雨了 它就不行了 这个秋冬穿符也是我常穿的 这个秋冬穿是当年也是打折 是200多块钱买的 正常可能300多块钱吧 就打了三分之一 这都是中国制造的 但是这个秋冬穿符属于超薄款那款 而且它的防水透气能力确实是非常强 就是我爬防山什么的 那天天天下雨我就这么穿着 里面一点没有那个 就像咱过去穿鱼一样 闷得湿乎乎那个 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这就是它的材料了嘛 就是GOTEX的防水透气 而且呢 确实是货真价实的 这两个呢 都是今年和去年买的 这是为滑雪用的了 这是Rush的 专门滑雪的雪库 这是高腰身的嘛 可以套到这儿背带的 这是为了雪不惯进去嘛 这个按正常应该700块钱吧 600多块钱 好像是我是350块钱打的 但是我前一边看那个石斗兰店里 但是不是这个色的 就是那个亮绿色的 亮黄色的 那个现在就卖300块钱了 但是好像号都不全 但是打折的一般号都不全 得碰运气了 这个呢就是我做过节目的 GOTEX买的 就是月月还贷的那个 同工这个是480 办了一个就是 农牆店的那个信用卡 给优惠20块钱 给完之后呢 就是一月还21块钱 还两年 其实我觉得整个是慢慢还对不对 反正我都现在用了 这属于是稍微高端一点的冲冲服了 它就是明显比我那个 这个感觉就是厚实一层 它因为是需要滑雪的时候穿的嘛 而且呢它这里面有防空裙了 这是纪上呢 也是防这些雪倒灌 兜也比较多 明显感觉厚实一些 但是实际我觉得 主要是为了滑雪用嘛 这些我这些衣服 完全不是说用于户外 只是就是我日常旅游啊玩什么 我平常穿我都穿 因为它并不是像咱们理解的 像雨衣啊什么的 舞的里面就是潮湖的那样的 而且很不舒服 完全没有那感觉 就跟咱们的富外夹克实际是一样的 我本身就喜欢穿休闲的嘛 我直接拿它当休闲衣服穿了 在我来说呢 我觉得它设计的就是那个身形啊什么的 对我来说我是非常满意的 我觉得我这个身材还算可以吧 下面呢 我穿上给大家演示演示 显吧显吧 表演一下给大家看一看起 这呢就是夏天出门什么的 包括我现在夏天干活 有休息的时候啊 或者是想到小城去转的时候 就是换的休闲 我经常都这么穿的 这裤子也是很轻薄的 中间还有个拉伙的裤兜 这个石头鸟有个特点 它修型修的都特别好 腰身感觉特别舒服 这也是我经常戴的 就这么一穿 这个呢就是稍微凉软一点 或者其实夏天要一早一晚 踏山什么的也都是套这个 一个是长袖的 再一个呢也是特别舒服 而且呢再套一个冲锋衣呢 感觉眼神保暖 其实一般的开春啊 吐冬啊都可以顶着 这是实际我回国基本上 要是开春啊 基本上就这一身的 感觉还是很实在很实用的 这个呢就是稍微厚一点的裤子 能宽松一点 尤其你看这个没有裤线嘛 很休闲 这个衣服呢就是等于是剪的漏吧 因为就剩几件特别便宜 打半价了嘛 我看着挺好我就拿下来 这个棉服也是我经常穿的 就是小棉服吧 石头鸟就是细节上 它这都有松紧的 特别是卡口 其实这个我觉得各家 现在都做的倒是都挺好 包括北两啊什么的 这个别看很小 并不是太厚 但是保暖性还是相当不错的 尤其再加上一个外套 比如说 我看这个不管哪个吧 这么泡满之后 这种保暖性实际是相当不错 我估计真是零下十度左右 一点问题没有 这个呢就是为了滑雪的了 这是属于十钟秒钟 就是材料算是比较高端的了 登山啊滑雪 这个是标准的雪库滑雪库了 它这可以拉开 但是不像人家直接都全拉开的 可以透气 这呢有几个卡的 这呢也有个小口袋 可以刮钥匙 细节上还是之后是背带 在后面两个扣 因为跟这个衣服是因为这一套的嘛 是配合的 首先它有一个防风裙防雪罐的 直接就是记上 这呢它就滑雪的时候呢 你假如雪不会灌进来 而且这个扣跟这个衣服正好是直接可以扣上的 这是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这就完全在一起了 这就是标准的一套滑雪系列 基本上石子鸟的东西大致就是这些 同时呢我也给我媳妇我女儿 她们也都买了冲锋衣 包括我媳妇买了石子鸟的羽绒服 但是说心里话就是 她们的需要和热衷 跟我好像是差好几个热度 她们也就是我买了也挺好 而且呢我买呢还是经济实惠 虽然在加拿大挣钱买了石子鸟 我觉得还是可以承受的 但是我这个还是经济适用难 什么都看经济性嘛 看好了等待时机 确实是挣钱不容易 发钱也得精打细算嘛 我们当然想享受高端的 就是这些好一点的产品 但是我也不是说天上掉馅饼 天上给我撒钱 经济啊实贵算呢 这还是很重要的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稍微详细的介绍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